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集的泳山频道 我是一个中国人 但是身为一个中国人 我有很多东西是不明白 为什么每次吃一顿饭 我们中国人都要争着去买单呢? 啦! 金山说了我,我请的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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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跟我争! 你不要跟我争! 你不要跟我啦!啦!啦! 我们每次吃完一顿饭 对那个人的印象不是他很富有 而是他很喜欢争 西方人吃齋 他们是vegetarian 他们不吃肉 他们吃菜、吃包 但是中国人吃齋 什么时候变成一种艺术呢? 今时今日做的齋菜 那碟又像牛肉 那碟又像鸡肉 我们不是吃齋的原意就是不杀生吗? 但是technically我们现在吃齋饭 和virtually在杀生有什么分别? 西方人吃牛肉 他们有肉眼扒 什么teabone 西冷啊 我们中国人除了扒之外 会吃牛尖 牛肠 牛肺 牛心 牛拍意 金钱肚 吃内装不噁心的吗? 这个牛心很好吃 记得吃牛肺 牛肠 然后我想想想 还有一个不明白 我们说话 我发觉就算西方人听得明白我们的语言 他们都不会听得明白我们真正的意思 你经常听到我们说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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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逆的话即是可以啦 但是如果你问我们一个中国人 你数学行不行的 我们一回答你 还可以呀 oh my dear 不是代表我们数学OK It means we are genius at it Wha? 好啦 不说那么多了 谢谢你收看这集的永生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Bye bye